大家好,接下來週中歐聯就展開了 當然就會有獨家的預測 而另外一些英超賽後平以及歐聯賽後平也會做獨家 請留意 這一場的英超大戰也有做獨家預測 好多謝各位會員的支持和鼓勵 就說我這次的預測就等同做了一個簡短的賽後平 就說竟然阿仙奴在這麼劣勢的情況下 我都會猜中阿仙奴贏球 都可以算是這一季小弟的第一次代表作 其實要猜到阿仙奴贏是需要一個過程 本身沒拿到正選陣容的時候我就說 誰都知道阿仙奴是沒有懷斯沒有奧迪加特 所以熱刺只要自己不要犯錯的話 就有機會贏 所以這次真的要好好把握去贏阿仙奴的這次機會 我就說了絕不能犯以下兩個正選陣容的錯 誰知道一拿到正選陣容 就立即見到熱刺是雙錯誤了 第一個錯就是不要超級主角 不要打大戰出了五個進攻點 古路斯夫斯基馬迪神一起打中場的話 對紐卡蘇那場見到 攻守平衡出了問題 誰知道就是這樣出這個中場 然後第二個錯就是 我說不要用孫興敏打左邊 因為今年真是大回堂 他再跑不到外線 外線要跑遠一點 要快一點才能突破到 你老了你慢了 不可以跑外線 就要入中線 斯朗也是這樣 所有速度人球員都要度過這個轉型的過程 而孫英文就是撞正今季大回堂 是不同的 你今天都見到 他頭一步或者可以過到對手 但是跑多兩三步 對手是追回來 因為對手是跑內線 你在外圍的邊線是跑外線 你跑多一點 對手是跑少一點 所以你不夠快的話 對手就很快追得上來 都不是今天看到的 對李斯特成那場球都看到了 今天還要是大戰 更加難打 孫英文打不到邊線 但是一見到蘇寧基打正選 其實就肯定了孫英文是打邊線 所以已經犯了我賽前所說的雙錯誤 可以預示到熱刺這一場球 一開就是攻不銳 而亦都有機會守不穩 攻守不平衡 那熱刺呢 我當時拿到正選陣容 立即跟會員update 就說熱刺沒有得贏 現在是看阿仙圖有沒有得贏 那我就告訴一些會員 阿仙圖其實是有贏球方法 不過呢 要做到我以下所說的條件 就是要打穩守反擊 為什麼熱刺今天攻守不平衡 阿仙圖都不可以進取些 去放大熱刺這個問題呢 原因就是 今天沒有奧迪加特 阿仙圖如果是拿多了進攻時間 始終是會放大欠缺奧迪加特 不在這一個問題 而又激活不到沙卡 進攻力度不夠 變了你拿到太多無謂的進攻時間 反而有機會被熱刺偷雞打反擊 所以阿仙圖今天 減少控球率 減少進攻時間 是一定會更好 而且比控球率熱刺是無所謂 因為熱刺攻不銳 阿仙圖收縮守得住 基本上封了蝕本之門 這樣就可以偷雞贏 所以贏的方法就是 穩守反擊 那我預測的時候都說 穩守反擊機會有多大呢 有的 因為阿仙圖已經完全脫離了黑暗期 不需要再透過什麼大戰 去盲目訓練控球在腳 他們不需要再理會不會控球在腳 因為已經懂了 那所以 現在的賽事 有時候需要打穩守反擊 就可以轉型打穩守反擊 不需要再拖著要控球在腳的這個style 那加上這次是作下 或者會幫助他一把 去做這個轉型 去做這個阿迪達的放下身段 那當然啦 沒有懷斯 沒有迪加達 做這隻東西 就更加化算 還可以放大熱刺的雙創 結果他們真的這樣做 賽後訪問證實 阿迪達是跟我的思想一樣 都是說 他不得不改變戰術 而改變了戰術發現 是更好處 更容易得到回報 那真的算對 贏了長球 雖然阿仙圖是用角球死球入球去贏 但是為什麼會拿到這個角球呢 就是靠打穩守反擊 先收縮防守區域成功解圍 打個反擊上去就是拼這個角球回來的 而反擊過程當中 也必須要稱讚夏威迪斯的靚之點 有些前鋒在那個中數那裡 倒下頭去了 沒有了球 就沒有機會落底線去拼到角球了 而阿迪達懂得在對的時候放下新段改變Style 你一定要稱讚他 這個就證明了他是有Plan B的 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今季好像去到季初差不多的時間 還是有人說阿迪達沒有Plan B 他不懂得搞什麼新戰術 沒有創意 但是上一季未經意證實了 我未稱讚過 他對曼城是打收縮 是成熟了、穩陣了 有兩手準備 懂得因應情況去改變戰術 有些人肯是不相信 現在又再表演多一次 又再一次令到質疑者要收皮 我也要多謝阿迪達 做了跟我建議的一模一樣的方法 而贏了一場球 令到我也猜中了 另外我想阿仙奴球迷也要多謝阿迪達 和他的死球教練 其實二次今天的防守死球 都用人釘人逐隻mark 就是去到六十多分鐘 那個防守角球 這個羅美奧就輕輕放鬆了加比爾 加比爾也真的偷到時機 輕輕推一推 因為阿仙奴球 在沒有犯規的動作下 偷到一個很短的時間 來給自己有空間 升起頭槌公門 這次都可以說球員夠醒目 但是你看回阿仙奴的死球入球數據 你會發現 由阿迪達引進了這位新的死球教練之後 阿仙奴的死球入球效率就提高了幾倍 當年阿迪達介紹他給哥迪奧娜 也曾經幫過曼城的死球效率高幾成 而阿迪達轉回阿仙奴 他也是跟隨著阿迪達 一路過來繼續幫忙 好,我們再詳細說一說 阿迪達今天怎樣轉型打穩守反擊 一開始我們看到後場組織傾向大腳 簡單直接 守門員拉雅都是大腳居多 就沒有搶控球率的傾向 因為後場組織都廢事做這麼多 好清晰,整件事真的轉了風格了 真的要詹阿迪達的指令是很清楚 有時候有些教練他想轉型也好 或者想轉風格,轉戰術也好 但是只要戰術的指令是不夠清晰的話 球隊就很容易生不像了 阿迪達今天就很清楚告訴球隊 要怎樣才可以呢 由控球再腳的風格轉過來真真正正的穩守反擊 不會生不像了 因為真的清楚後面要怎樣做 前面要怎樣做 千萬不要跟著別人的節奏去打來回高速球 其實你想也會想到 今天如果阿仕奴是打來回高速球 是相當嚴重的 因為阿迪達今天唯一可以針著的問題 就是佐真奴和湯馬士的位置 其實又不是說真的錯的 只不過有些東西針沒有兩頭利 你想過防守強一點的話 有時候可能要犧牲了一些組織的能力 這一次就是這樣 考慮到就是防守那邊 因為今天要打多一點的防守時間 找手反擊 所以湯馬士就做屏障位 即是6號位 即使湯馬士收縮的時候 去到下半場有幾次解圍的犯錯 差點累了大事 但是都是想得到 湯馬士打屏障的防守力 是比佐真奴更好 所以就是湯馬士打6號位 今天佐真奴其實是打8號位 收縮就沒事 但是如果你幻想一下 今天要打來回高速球 要壓迫會怎樣 很嚴重 因為佐真奴變了 他要打8號位 就是他要負責飆上去壓那個 他不飆上去壓的話 4231有盲點時刻 他飆上去壓的話 他亦都有機會 不夠對抗性或者覆蓋率 其實今天你看到 阿仙奴偶然都有點壓迫 而你看到佐真奴都相當勤力去壓覆蓋 但是他飆前壓迫幅度 始終都不夠你 不可以要求一個年紀大 而本身這個覆蓋力都不太好 佐真奴做這些事情 他先天性的跑動能力始終是不太好 所以湯馬士他留後 而佐真奴上前壓這一點是有點弱的 當佐真奴上前壓迫幅度不夠 就變成4231壓迫 變成中前場不夠壓迫力度 就容易被人猜過半場 就有盲點時一了 所以如果阿仙奴今天是跟熱刺打來回高速球 而是多了壓迫的話 那熱刺就很開心 可以不停打你萬點時一了 那就很危險了 節奏加快的話 那佐真奴的運轉力問題都會變得有風險 你可以清楚看到 下半場的組段 阿迪達是一段短的時間 大概十多分鐘是叫阿仙奴嘗試 進取少少壓迫 打一段短暫來回高速球 搏一搏 那怎知道一搏 熱刺是立即多了機會 幸好就是60分鐘之後 阿仙奴馬上縮回 這樣才沒事的 再立即打一個 穩守反擊 就是搏到角球入球 那所以阿仙奴今天 大部分時間都是收縮 減少壓迫 減少後場組織 減少進攻時間 拖慢過比賽來講 相對是正確得多 而當他們低位防守收縮的時候 雖然呈現4-4-2 或者4-4-1-1 但是杜沙特和夏威迪斯 也會來不來 落回禁區頂附近 幫手填位補位 是有足夠的防守中場去做 去頂住熱刺的超級主攻 那變成防守區域緊密了 那就是打到穩守反擊的基礎 那當然你會問的 阿仙奴今天是打到穩守 但是好像打不到什麼反擊出來 反擊力度不是很夠 這件事就是我所說 有得就必有失 防守方面 他們叫做是填到位 穩陣了 湯馬士打平仗了 但是 去反擊那邊 你就會見到 又有些犧牲了 因為當你做反擊 你第一點要派牌的位 就變成了不是佐真奴了 佐真奴發揮不到他的長 長線距離傳送的強項 你派牌的位 六號位 就變成是湯馬士去做 那所以呢 湯馬士就沒有那麼好 搞到阿仙奴就根本 是沒有什麼漂亮的第一點反擊打到上去 而與此同時 佐真奴打8號位的組織 他自己不太適應 那就影響了阿仙奴其他快攻組織 再加上真的有些FIVA病毒 所以那些反擊的速度 前面你見到都不是很夠快的 沙卡啦 今天你見到都真的踢踢下 都慢了下來 而且捱到受傷 好幸好今季就借到史達寧 那這裡呢 及時雨啦 你會看到為什麼我 長年累月都說是要找到後備的邊線進攻點 因為你隨時都要準備沙卡 是會越來越接近受傷的啦 那另外馬天尼利 今天的銳利度也有些問題 那所以就導致到阿仙奴今天的反擊 就真的一般的 那再加上阿迪達今天呢 有個明顯少少的問題 就是調動太過慢 那你前面調動太過慢的話呢 就有機會會前面越來越困越來越慢 越來越沒有反擊 就九手必失了嘛 那不過 今天後備籍阿仙奴方面呢 又真的不多 救人用的 而且怎麼說都好 熱刺 都是踢得差過阿仙奴很多 那所以熱刺都沒有能力 逼到阿仙奴九手必失了 這裏就是要開始講一下熱刺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多了 不單止是我在這條片初初解釋過的那個雙錯誤 你一路再看下去呢 你會看到除了基本的突破力不夠 很少插入禁區底線之外 你還是發現 熱刺即使有機會 都是他要等自己斷軌了籃 阿仙奴搶到 打不到反擊出去 熱刺反搶回 有二次進攻機會 才有射門的 那你就會明白那些機會真的變得很少 還有這些都是半機會 其他時間都是老鼠拉圭 好啦 阿仙奴收縮 你老鼠拉圭 都還可以說情有可原 但是阿仙奴今天始終都會偶然壓迫 而阿仙奴壓迫呢 是4-2-3-1 是佐真奴不夠壓迫力的 是有機會被你打萬點事一 熱刺 那熱刺當然要好好去把握這些偶然 不用面對密集的快攻機會 誰知道是完全都把握不到 主要就是熱刺在猜過半場準備打快攻的一刻 他是不夠選擇怎麼去做 當然你可以說我keep控球率 我有時控制節奏我不要快 但是無論你快還是慢都好 你都要有足夠的選擇點去握過半場 選擇點即是說你要用盡後場握球的闊度 但是當熱刺沒握過半場的時候 左右後衛玩變形系統入到中間 就見不到有左右中場落到左右後衛那裡玩保變形系統 用回後場線的闊度去後場組織 用不到後場的闊度去組織 無論是想猜得慢還是快都好 你都不夠選擇怎麼去做到後場組織 就算你後面猜足了8秒 你猜到阿仙奴的壓迫都累了 但熱刺猜過半場的效率依然是不夠 依然很多沙石 更加沒有機會讓你打到快攻去打阿仙奴的盲點時刻了 其實阿仙奴今天是最不想你熱刺打得快 所以熱刺一定應該要打得快 誰知道你就是快不到 快不到的原因就是你沒有玩保變形系統 馬迪神和古路斯夫斯基都沒有這樣做 唯一會做的是誰呢?沙亞 沙亞在哪裡呢?後備 未開球之前我就說 你要有沙亞 你要有攻守平衡 而沙亞可以幫你打保變形系統 幫你快攻打好一點 你不出嘛 就該死吧 為什麼保變形系統或者有個後場闊度重要 一開球四分鐘就證實了 孫英敏的快攻打到盲點時刻 就是熱刺全場唯一一次可以打到阿仙奴的盲點時刻 為什麼呢? 偶然左後衛的烏刀字 他沒有做變形系統 他留在左邊邊線那裡 那就有個選擇點 用盡回後場的闊度 那就可以有足夠的闊度 做過半場去做個快攻打到盲點時刻 但這一次只不過是偶然 之後再玩回變形系統 也沒有保變形系統 就打回原形 剛剛又再說到孫英文 一開球這一下他都叫做突破到 入到禁區底線地波傳中 但這一下就是位於賽事的組斷四分鐘 當時他還有點力做得到一下 但之後他已經沒有再有東西看了 加上熱刺越做越慢 那面對密集 面對密集 只要孫英文就是拉邊線走外線又不夠跑 好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今天開始覺得自己在邊線不夠跑 他慢慢有時候會自自動動移入中間 即是不再拉邊 打中間他可能舒服些 但是又引發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叫做亞軍模式的問題 孫英文他不拉左邊 即是進了禁區頂邊左 他就是霸了這個馬迪神 在偏左禁區頂的發揮空間 那麼他自己呢 就背龍門 在中路又少了個突破點 而左邊邊線呢 就唯一可以靠回烏道志一條邊線打完 左後衛上來一條邊線打完 但是呢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了 前面有軟水路 後面又沒有support 導致左邊就沒有突破力了 而這個問題呢 也都導致了熱刺的超級主公整件事擺錯了 因為當孫英文他進來中間 他逼走了這個馬迪神 馬迪神就要去偏右搵食 馬迪神去偏右搵食 又會跟古魯斯夫斯基重疊爭做主角 就變相又影響了右路的組織能力 那就是說呢 左右兩邊今天的突破力呢 因為孫英文不夠快 而他又自己動來中間的時候 整件事呢 就是打亂了 組織控頭在腳啊 這些結構呢很嚴謹的 一個位置錯呢 就滿盤皆落索的了 所以你終於都明白 為什麼阿仙奴收縮 理論上都適合熱刺打超級主公 阿仙奴又沒有什麼反擊力 但是熱刺面對密集是完全沒有力 迫不了對手 狗手必失的 好啦 今天的Patreon片比賽蛋呢 會講兩個很重要的話題 第一 現在我們看到 熱刺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除了因為孫興敏突然之間 今季大回堂之外呢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買了蘇寧基 蘇寧基本來是一個不錯的收購 但是竟然撞到孫興敏的回堂 令到蘇寧基和孫興敏根本不能同場獻技 因為你一有蘇寧基呢 孫興敏就左邊 孫興敏打不到左邊嘛 現在孫興敏要打中間 沒有理由兩個一起打中間雙前鋒 因為不是這個控球在腳結構的體系來的 哦 那這個大件事了 買就買了蘇寧基 用就必須要用 孫興敏又老大哥不可以不用 那怎麼辦呢 難道真的要看他們 其他一個長期受傷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他們兩個一起出的話 有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呢 這個是我會詳細回答的 另外我會再講講阿仙奴伊加 竟然在一個這麼劣勢的情況下 先贏一場的大戰 接下來阿仙奴還會怎樣呢 奧迪加特的受傷 竟然是一個好消息 為什麼呢 留待Patreon片尾彩蛋為大家解答 那記得Youtube這裡給多點Like Subscribe 按鐘仔 給多點有意的留言 以及多點分享給朋友聽 才可以幫到Channel增長 多謝 接下來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的足球評論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就記得加入Patreon 會越來越多獨家的節目 包括獨家轉會評論 獨家賽後平 獨家大戰預測 獨家英超強隊每周文字預測 加上Youtube普通影片最後的片尾彩蛋 要聽完以上的節目都只需要40元港幣 再加多20元 就有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再預測兩場準備開波的大戰 如果再想支持多點 就可以看額外的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 精裝版微觀昇華同步 加入最高的球王級別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學生、長者 或者有需要人士就可以以75元的優惠訂閱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